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文 清晦世界 佛地是个名称最后一个 前面我们学习到俗作一半 这都是如来古地上才能够做到 菩萨都没有能做到圆满 最后这第十歌名号叫山珠 珠是安珠 安珠最重要的是讲心 神能不能安住呢 说实在的话 神不可以安住 为什么呢 就自分来说 我们要学习 学习是永远没有中断的 世出世间 圣人都交给我们 学要求学 不是把老师请到我这来 我要亲近老师 要亲近善之时 华音经末后 善才童子五十三三 他怎么能住呢 他要在哪里应安住 他还能参学吗 所以为自己求真善之时 生不能常住一个地方 这个要修佛 你看看佛 没有说住 佛怎么说呢 佛说在 你看看我们展开佛经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什么地方 没有说佛住什么地方 善珠 就是在的意思 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这叫善珠 所以为自分 我们要求学 你看看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最好的老师 善教阿弥陀佛 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叫你 到社方 祝佛 插土 去参与 师尊 在弥陀佛 跟我们介绍的 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一个不好学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 不好学的人 恐怕也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因为那些 那地方的人 都是好学的 他们每天 用一歌 成花 天花了 供养 踏放 十万亿佛 古来 祖师大德 跟我们讲 十万亿 是标法 标什么呢 娑婆世界的人 秦职很重啊 我们这个世界 距离西方极乐世界 十万亿佛国度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你要想娑婆世界 天天都可以回来 是这么个意思 设计上呢 他供养的 不止十万亿 十万亿 这个太小了 他所供养祝福如来 肯定是跟华言上 所说的 变法界虚空界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设计一切祝福了 怎么会赞叹阿弥陀佛 说他老人家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不可能这样赞叹阿 所以肯定啊 有能力 每一天供佛 供养他方 无量无边 祝福如来 供养 修福啊 得佛报啊 你供养 当然闻法 纵然你自己 不主动向佛请法 肯定在大会当中 有很多菩萨请法 你在旁边听就不得了 就听会了 你看看 每一天 无量无边 祝福如来 每一天佛给你说一句吧 你每一天就学 无量无边句 西方俱乐世界 成佛 快啊 什么道理 道理就在此地方 修佛 修慧 非常容易 这个语言呢 太殊胜了 真的 善道大师 所讲的 总在与语言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 是要完成净土 要把这一桩事情 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师来办 怎么样往生呢 你一定要了解 现在社会状况 不能生病 这一身病啊 自己做不了主啊 要受别人摆布啊 一身护士 冤亲债主 非常麻烦啊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你要有很好的 同餐 道友 他来保护你 来照顾你 万一 到临命宗时 没有这种人 你怎么办 你的家亲眷属 不幸福 不相信这套 你的麻烦就大了 在近代 最近 半个世纪之内 我们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有许多 在家出家 念佛往生 欲知实至 没有病苦 说走 就走了 这是我们的榜样 这些人 是来教导我们的 给我们做示范 我们要有决心 要有信心 跟他们一样 什么障碍 都没有了 找您 我在三藩市 干老太太 给我说一个故事 是她的亲戚 也就在那几年 念佛 往生了 她念佛 家里没有人知道 儿子媳妇 把老太太 借到美国 去干什么呢 管家 照顾小孩 每天烧饭 洗衣服 整理这家的环境 这是她的家私 每天 她的家私忙完了 时间都是自己的 儿子媳妇上班去了 孙子上学去了 早处晚归 他家私做完了 念佛 一个人在家里 走的这一天 因为早晨 老太太起来就早 总是把家里 搞干净了 早餐准备好了 儿子孙子 起来之后 吃早饭 吃了早饭 他们上班的上班 上学了上学 这一天 儿子媳妇起来之后 看到没有动静 早饭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就感觉得很压抑 老太太今天 怎么 睡得没醒啊 现在还没起床啊 把她的门打开 在美国老人的房间 门都没有锁 也有什么事情 便利照顾 门打开之后啊 看到老太太 盘腿 坐在床上 叫她了 她不应 仔细一看 她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不晓得 你看看多自在 她不告诉她家人 告诉她家人 吵吵闹闹的 就发生障碍了 不说了 欲知实至 坐在那里走了 更妙的 是老人已经写好遗嘱 遗嘱放在他旁边 告诉她家人 怎么样给他办厚书 更妙的 儿子 媳妇 孙子 孝福啊 他都做好了 这个老人这是有心啊 他这个欲知实至 最少最少 三个月之前小的 就跟新加坡的 城光别局是一样 三个月之前 小的往生 确切的日期 所以 他趁他 这个家人不在的时候 他在家里做衣服 做校服啊 统统都准备好了 念佛的同修到他家也看了 佩服的五体头地 佩服 那是当然的 但是 自己不得利益了 看到他那个样子 自己要有高度警觉心 我也像他这样走 什么状态都没有了 四十多年前 我已经 修佛了 台南 将军乡 有一个老太太 我提到这个事情 现在高雄 还有人知道 我在高雄 讲经提到这个事情 讲完之后 就有几个同修来告诉我 他说法师你说的 我们完全晓得 他们的邻居 老太太 站着往生 这个是一家族幸福 一家幸福 老太太也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呢 怕障碍 这家人总是希望的时候 老太太多住几年 多活几年 总是要拦阻 不说 他往生 这是下午 吃完饭的时候 老太太 叫他 儿子 媳妇 你们先吃饭 不要等我 他说我要洗个澡 他想洗个澡 真的 他就洗澡 可是儿子 媳妇很孝顺 一定 等老母亲 一起吃饭 等了很久 他没出来 再去看看呢 浴室里头 确确实实 他是洗澡了 教也不答应 找找看 他家里有个佛堂 老太太穿了海青 衣服整整洗洗 手上拿着念珠 站在佛堂 面对着佛像 教他也不应 仔细一看呢 他往生了 站着往生 他念佛念了多久呢 三年了 这个老太太 心地 非常厚道 善良 没有学佛之行 拜神 什么神都拜 三年前 儿子娶了媳妇 媳妇学佛 劝他 婆婆 不要到处乱拜 家里 设一个佛堂 天天在家里念佛 求生进度 这个老太太有善根 听媳妇的话 真的 每一天在家里 念佛拜佛 就不去改妙会了 三年 他成功了 这个肯定也是 欲知实至 他不说 他的邻居 亲眼看到的 那个时候 我在佛光山 教书 他这个亲眼看到这个邻居 在佛光上做工 晚上 月光很好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 外面 跟几个学生 在讨论佛法 他走进来了 告诉我们这段事情 我们把讨论停下来 听他讲 开始 他告诉我们 聂佛王身是真的 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到的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三年了 就成功了 站着走的 没有生病 你看看 走之前 洗个澡 换上衣服 干干净净 家人还等他吃完饭 至少我们要这样做法 站着走也好 坐着走也好 不生病 我们这一生 就没有白来 否则的话 一生病 一进医院 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不能做这种事情 这样才真正是不求人 一入医院 那一定要有妥当的人照顾 真正内行的人照顾 现在真正内行的人不多 学佛的同学 遇到亲戚朋友 或者同餐道友 往生住在医院 临终关怀 一定要懂得方法了 古人 古人很慈悲 把必须要守的这些规矩 都写出来了 彻宗精良 但是这个书 文英文写 民国初年 有一些 善心的居士 怕我们 看不懂 看不懂文英文 所以把这个书 用白话文又写了一本 叫 赤宗须知 那白话文就好看多了 什么叫赤宗 现在人很难懂 那我把这个书 改了个名字 加了个名字 我叫 怎样往生不退成佛 这个说法大家好重大 怎样往生不退成佛 我用这几个字 做这个书的名字 韩广章往生的时候 这个书好像印了一万册 重要的部分 我都用红笔画起来了 现在这个书是套色影印 那个红线我画的 要遵守这个书里面 讲的一些规矩 你只要照做 你就会做得很如法 我的老母亲 往生前一个月 我在美国 大概是前一个半月 我在美国的时候 把这个书 重要的地方通通画好 我寄给我弟弟 他收到之后 一个月后 我母亲往生 他完全照这个去做 做得很如法 这是对什么 对念佛人 对游心求往生的人 临终关怀 不是一桩容易死 有些家庭 他不是全家修复 家里面一两个人修复 甚至于 还有学其他宗教的 我以前 好像在讲习里 也曾经跟 诸位同学说过 抗战胜利之后 我在南京念书 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 他们一家人 三个宗教 老太太念佛 他的父亲呢 是伊斯兰教 他的母亲 是基督教 小孩子跟母亲 一家三个宗教 那这个老人走了之后 怎么办呢 到底伊 哪个宗教呢 很难啊 彼此 对于 不同 这个宗教信仰 又没有深入的研究 执着自己的沉测 执着自己的沉浸 麻烦可大了 这一个家里有三个宗教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许许多多人 不信教 那家里一个老人信教 家人不信教 黎明宗 毕竟是他家里亲人 我们跟这个佛门弟子 有同餐道友之仪 林宗我们应当去帮助 但是不能不顾及 他的家亲人 这是说 这是尊重 韩广章王森 他的儿子很孝顺 高贵明 真地一步不离 每一个进入病房 要得他同意 得到他的同意 预先要跟他讲 什么人 来看馆长 这个人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就辞泄了 门口就辞泄了 不让他进来 很熟的同餐道友 这是可以请他进来 我在台湾 我每天要到医院去看 我每天要到医院去看 念词 至少去看念词 有的时候去散词 做得很如法了 那么我也听说 许许多多地方 不如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这个要知道 这不是对病人 对他的家属 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形象 如果我们不尊重人家的家里面的传统 不尊重他家里面的亲属 传出去之后 对佛教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们就是佛菩萨的罪人 我们好心做了措施 所以从前李老师常讲 说佛 释出世间法都要通达 佛在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了 不能破坏世间法 佛法在世间 不爱世间法 不能障碍世间法 做得又要如法 又要得到他家庆眷属的欢喜 那么这样呢 在社会上就产生一个好的形象 大家对佛法尊重 对出家人尊重 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粗心大意 好心反顾 结果产生是负面的影响 这就错了 去修复 点点点点 总要想着 这是社会教育 我怎样把这个社会教育的工作做好 存我 勉励 首先要尊重 我们关怀这个往生的人 要问问他的家庆眷属 他平常 他想些什么 愿望是什么 通常 这个生活习惯 是些什么 你通通都晓得了 你就晓得 我在 在他 这个这个病房里面 我应该用什么态度 我应该说些什么话 我应该做些什么事 你就做得很不体 做得很如法 让大家尊敬 不能随着自己意思去做 你觉得是好意 他旁边家庆眷属 他认为你是恶意 他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 这不叫吃力不讨好吗 不容易 尤其是对于 他的子女 一年个幸福 病人本身也不幸福 这一家人都不幸福 这最不容易做的 那是要真智慧 要真正善求方便 更要懂得 这个人身前的爱好 身前的愿望 随着他的爱好 随着他的愿望 来开导 开导的话 简单 明了 言语 越短 越好 理论的东西不能讲 这个时候不能讲理论 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 一定是随着他自己的爱好 来诱导他 你喜欢的东西 你喜求的东西 你喜求的东西 见到阿弥陀佛 什么愿望啊 都满了 佛会帮助你啊 如果他不学佛的话 你说加持他不懂 不要一解释 佛会帮助你 佛你对他的 真的是 有求必应啊 这个几句话 他能听得到 投其所好 让他听得很欢喜 很安慰 感觉他说 这个前途很有希望 到极乐世界 你生生世世 那些好朋友 加亲见书 你都会遇到 佛帮助你 这里面也有不少 很可能 他们已经 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安居落叶了 这些话去遇到他 那他本身幸福 全家幸福 这个好办 吃宗须知 依照那个 他全 人人都能配合 好办 最难办的就是 家亲眷属 不懂佛法 不信佛法 很难给你合作 这个时候 要展现 要展现你的 真实智慧 展现你的 善巧方便 真正的帮助 归神 这段事情 事件人 有所谓 零可信其有啊 不可信其无啊 不可信其无啊 确实是有 所以 临终 最重要的 是一句符号 不架杂 任何东西在里头 而这句符号 不仅仅是提醒 个人 深深的 为这一个地 这个病院 为这个地区 所有的往里 回向 精神 要关注 希望 所有往里 跟佛 又远 都能够 发愿 往生 进土 这个功德 非常殊胜啊 你有这样的怨心 有这样的慈悲 这样的心量 你会感觉 感觉什么呢 这个命运的 慈禅 不一样 进入这个慈禅里头 人有安全感 决定没有恐惧 这是我们亲身 体会到 韩广章住在 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 整个医院 慈禅好啊 进入医院 住医院的病人 医生 护士 家亲 眷属 往来的亲戚 朋友 每一个病房 都那样的暗响 温幽业丝毫 感到恐怖 这磁场不一样 那是什么 这一个病房 佛号 24小时 日夜不间断 我们图书馆的 这些出家的同学们 四个人一半 能留在念佛 官章往生了 到殡仪馆 殡仪馆 殡仪厂 好 活化的时候 到活化场 无论走哪个地方 那个磁场都非常好 我们感觉到不深 里面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 从来我们没有看到 这样安详 这么好的气氛 一般总是有一点 好像寒毛直述 有一些害怕 这完全没有 信量要大了 要 普世功德 辩世功德 这对于病人 对往生的人 有大利益了 所以这里 我们讲的这个善诸 善诸是真不容易 有自利 有利他的 住而不住 不住而住 这才叫真正善诸 最重要的心 你看金刚经上 虚菩提尊者向释迦牟尼佛 请教 云火相复起现 应云和住 这就这两个大问题 心里面 妄念烦恼太多了 要怎样把这个妄念烦恼 降服住 第二个问题 心要安安住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答复得很妙 应如是相复起心 应如是住 什么叫如是 释迦牟尼佛做了个样子 你就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相复往先 咱们 像我这样 这个话 虚菩提尊者 懂得了 别人不懂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 四项上来观察 虚菩提尊者 追随释迦牟尼佛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常常在佛身边 但是虚菩提尊者很慈悲 别的人不晓得 还得要带问了 那么佛 很具体地说出来了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住在哪里 住在无所住 这才叫真正善住 要有所住 就错了 有所住 你看看 你有了妄想分别之处 无所住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要生心 生什么心 度众生的心 成佛道的心 学法门的心 断烦恼的心 四红十一院 全都包括了 这就懂得了 住 住四红十一院 这谁敢住啊 菩萨住六波罗密 普贤菩萨住十大愿望 不是住在某个地方 某个城市 某一条街 门牌旗号 不是这个住啊 这种住 出不了轮回 出不了三界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是菩萨 佛教菩萨 佛如师 菩萨也如师 这个就对了 那么我们 听到之后 这个境界还太高 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啊 这什么人 法神菩萨了 不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到底怎么办 世尊教导我们 我们把心 安住在阿弥陀佛上 就对了 一行一一 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念念不舍 对于这个世界 万云放下了 不能有丝毫 挂爱 人家走得那么自在 走得那么潇洒 可以站着走 坐着走 完全没有一点 病苦 什么原因呢 血得干净 就这么个道理 什么时候血 当下就是 不是说 等我哪一天 快走的时候 我再血 来不及了 你怎么可能 有这事 你怎么可能 站着坐着 自在地走 现在就要舍得干净 现在一切游 游戒非游 非游戒游 游是什么 这个肉身在日常生活 需要 心里头丝毫不牵挂 游很好 没有也好 我们才能够 在生死 关头 潇洒自在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走都可以 佛法里面讲 总在一个园子 机缘成熟 到了 就走 无论 在什么时候 无论 在什么处 不要选择 选择 选择就走不了了 大臣经教里头 佛常常给我们讲 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要通达 要明了 一点都不迷惑 世间 所有一切的像 幻想 要常常记住 金刚经上讲的 凡数有像 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 你就犯着 大错特错了 这个是人生 地壮大死 这是人生 最真实的成就 你在世间 不管搞什么 我们中国人讲的 立功立德立严 你要晓得 世界还有毁灭的一篇 你那个功德严 全落空 要常常记住 佛说的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不要造业了 七线动力 跟如来的教诲相应 特别是 与 禁宗 往生的经论 就是 无经一论 与这个相应 你这一生 大功告成 末后 这一段的总结 如是等 其诉是切 炼住众生 过别之间 每一段 都是这个介语 介语 提醒我们 炼住众生 包括我们在里头 我们能够理解多少 能够体会多少 自己清楚 自己明了 一定要把自己 理解的 体会的 落实 到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就得受用了 从这个地方 建立了 心结 心正 这个经教 没有白学 这一天 没有空过 天天在学 从初发心 到路来的 成佛之后 还要做出 学习的样子 教化 众生 这叫大慈 大悲 我总是希望 我们同学 能认真 努力 不要辜负 这一生 无量 进来 我们在六大轮回里面 打滚 最后 都是迷惑 西方 西方极乐世界 没趣的 成 灵 灵 中时 还生病 许多人 关怀 苏念 也没用处 依旧是 随意 流转 还在搞六大轮回 希望这一生当中 要有高度的警觉 不再干这个傻事 不再干这个傻事 现在就要放下 现在就要学 老实念 把老实念 当作我们日常 最重要的一桩大事 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 是一个不值的一体 这就对了 现在时间到了